其实要看手机 看电脑 从早到晚 用的比较多 其实不光是现在义工的问题 其实现在生活中啊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手机 尤其是疫情以后 大家都在家里 每天做的事情就是 电视啊 手机啊 电脑这边这块 眼睛的负担 其实是越来越重的 另外一方面呢 眼睛 他得到的休息 营养 其实也是越来越少 加速了眼睛的很多病变 所以继不完全统计 现在的眼睛 已经开始疾病 直步直步 转到一个低年龄化 很多小朋友 很小时候都已经开始 已经有近视眼 弱视 闪光 有些人五十多岁 就开始老花 开始白内障 或者医学上 现在比较著名的 几个疑难杂症 比如说 想 飞翁症 这个是属于第二大 致盲症 也已经很普遍了 那 目前在眼睛这边 这一块的话 据我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 看下来 无论在中医和西这块 没有专门单独 这后续的康复和治疗 是一个空白 诊断 检查 非常非常 普遍 这是一个全世界范围的问题 尤其在国内 我现在像小朋友 可以说百分之七十八十 都有各种各样的眼镜的一个问题 到今天为止 可能据我所知道 在眼睛方面的比较关注的 想寻求这个进一步的预防治疗 可能就只有两位 一位是在美国的一个贝芝 还有一个日本的 一个眼科专家 他在重置这方面的 临床的方面的一些 诊断和治疗和康复的训练 做的还是非常非常不错 我也经常看他们的一些 这方面的一些医学著作文章 那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些内容呢 我的内容主要涉及到一个营养学 还有一个运动康复学 还有解剖 那个到家的一些养生 那么还有中医的一些 都在里面融合在这里面了 那么大家天天可以仔细听听 眼睛的很多很多的问题 其实归根结底的问题 只处在一个 就是眼睛它缺氧了 因为个体差异的不同 人的体质不同 所以在很多人身上 都会表现出来 比如说近视啊 比如说弱视啊 比如说闪光啊 这些呢都是年纪轻的人比较多一些 随着年纪慢慢上去一点呢 眼睛现在加速的衰退 衰老 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呢 就是我们刚说的 现在四十多次以后 就很多人就开始有老花了 有肺闻症了 还有我们医学上 经常知道的一个叫 白内障 对吧 就大致这些情况 那么这所有的情况的归根结底 你看我们现在的医疗方面呢 比如说地眼药水 缓解疲劳 缓解眼睛充血 中医有的时候是说 推拿 热敷 甚至中药 敷衍 等等 其实它们主要的目的 原理 其实就只有一个 就是改善眼睛的 循环 让眼睛得到充分的 氧气的滋润 也可以这样讲说 我发授了很多很多的 古今中外的一些 眼科方面的一些文献 其实最后只能说明一点 就是说 就是当你这眼睛 血液循环变差 眼睛处于一个 缺血状态的时候 它就出现各种各样的 一个病变了 所以我们要解决 眼睛的问题 其实归根结底 就是一句话 就是改善眼睛的循环 改善眼睛的 供氧和供血 所以眼保健操也好 中药外腹也好 眼压水也好 等等 它都是起到这样的一个原理 但现在来讲话 我们现在很多人 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 所以当自己怎么办 首先我们中国人最想到 第一件事情就想到一个吃 对吧 那么现在呢都比较难 所以都希望 就是我吃点什么眼睛 马上就好 甚麽巴不得 我今天多喝点什么 一中药 马上眼睛就好 其实这个眼睛出现问题 它不是一天两天出现的 所以它也不是一天两天 结束的 那么人家跟我说 那到底需要 多长时间有效果 我可以这样讲 即使你的眼睛 非常非常严重 只要三个月 最多不会超过六个月会好 为什么这样讲 肝开翘于目 肝细胞 它三个月 它就可以 坏心得了 整个肝脏 六个月 它变成一个全新的肝脏 所以在遗传医学里面 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肝变成特别多 肝癌的人很多 我们知道肝癌有三部曲 说脂肪肝 肝硬化肝癌 然后一旦到了肝癌以后 它不会出过三个月 为什么呢 一句话 三个月的肝细胞 它就会自然而然 会死亡 除非它三个月 肝细胞不死亡 它重新了 重生了 那么 它就有机会活过来 所以在医学里面 我有一句话叫 肝不过山 讲的这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 我们眼睛说肝呢 因为肝开翘于目 你肝这样好 当然眼睛就好 对吧 这个里面呢 下次有机会 我再跟大家进一步 增讲 为什么 就一定是肝 跟眼睛有关系 其实从经络上来讲 因为肝脏 它的经络 经过眼睛嘛 肝经嘛 它经过眼睛的 所以这个是一种说法 其实还有更深层的意识 在这里面 不是单单的 就是这个经络 到眼睛这边去 就可以了 那我要听听 这个经络 扎这个经络 眼睛能好吗 不见得 这个我看后面 时间如果多的话 我再进一步 给大家细致的 讲解一下 这个问题 那么在肝的影视里面呢 大家注意一点 就是说 肝脏 它最喜欢的 就是绿色的食品 所以用眼表多的人呢 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 像比较好的 像菠菜 菠萝卜 因为它富含维生素A 这大家都知道的 对吧 所以我们都可以吃这些东西 但是在这次的过程中 要注意个细节 这些所有的蔬菜 最好的方法呢 不是说去煎炸 最好其实在煮汤喝 或者凉拌 原汁原味的 保留到它的营养 是最好的 那么胡萝卜呢 最好的就是说 在低温的情况下 用油稍微拌 它呢 就是胡萝卜素啊 它容易在油里面吸出 这是胡萝卜特点 所以这两样东西呢 大家可以经常的去 可以吃一吃 每天 尤其用眼比较多的人 坚持去喝点这个菠菜汤 吃点胡萝卜 对眼睛是非常好的 另外呢 肝脏呢 它代表是鼠木 代表是春天 所以它更多的是喜欢呢 一种春气盎然的感觉 那么就像我们 到春天的时候 去走走啊 看看绿色的东西 会很舒服 其实眼睛 它 也是需要我们一种放松的 这里就说了一点 就是说 在我们的工作中 我发现很多人的工作 是很辛苦很努力 但是往往呢 的一个问题出在哪里 就出在 就是大家做的工作的时候 不够放松 你要把所有的这个工作 就当做是在看一些 比较美的景色 欣赏它 要快乐的 enjoy的去享受它 而不是 我们非常非常 带着这种 哎呀 没办法 哎呀 这必须要做的工作 哎呀 怎么办呢 这种 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 抱着很多太多的 这种情绪化 反而 对我们身体不利健康 相反 坦坦荡荡的去 削肉它 这是一种 非常好的一种 改变 对你的身体也会好 对你的眼睛 也会好 我们都说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我们 今天呢 有很多的是 女性的 义工 非常多 女性我们都知道 非常爱美啊 经常去做面膜啊 拉屁啊 那么玻尿酸 什么酸呢 一堆 很多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你即使花了 再名贵的这件化妆品 护护品 等等 你的眼睛是没办法化妆的 你就都画个眼圈 眉毛画画 对啊 眼睛毛弄弄的 你这个眼珠子的话 没办法做这个方面 对不对 你的瞳孔 你的眼白 这些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而有句话说 人老猪黄啊 当一个人老了以后 这眼睛 就会出现猪黄的状态 那反之呢 人不老 他这眼睛不会猪黄的吧 一个眼睛很明亮的人 很有神的人 我相信给人感觉 他一定是会很年轻 很有活力的 相反 你看到一个眼睛是 猪黄的那种 是什么感觉 那么这个眼睛这边这块 取决于 你记得一个心境 心境占了百分之七八成 所以心态是最最重要的 所以很多女性她爱美 都想要漂亮 无可厚非 所以如何在心境上下功夫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注的 而这个就是 也非常大的一个难度在哪里 因为肝开窍于木马 在所有的五上六腹里面 肝脏 它永远是肝咬上抗的 肝脏 永远是肝活很旺的 火大家都知道往上走 往头上走 头发慢慢变白 眼睛慢慢就哭 眼色慢慢的无华 所以修道的灯 它一直注重着什么呢 日常的行住作物 都是一种修道修行 它时时刻刻 它都要把这个火 要引火下行 火要往上沉 水要往上流 剩下往上走 一做到兴盛香蕉 第二个呢 这个水去润我们的头面部 你的脸色会比较光滑 比较润 相反你这水倒不了头部的话 这皮肤就会很干 眼睛会很涩 各种各样的问题 头面部的问题 其实都会来 也就是你头面部 现在打多数来讲 百分七八成 都是火太旺 水上不上去 所以火一定要降下去 水一定到脸部 那么你整个头面部的疾病 就很少 从解剖学来讲 我们头面部的 所有的这些器官 它的问题出现在哪里 都是在神经上面 所造成的 眼睛 它有一个系统 叫做自律系统 比如说眼睛砸砸砸 这个它不属于中速神经 它去控制的 它是眼睛干了 它自然会去砸 这叫自律的神经系统 自律神经系统 它分成两套 胶感神经和 副胶感神经 什么意思 我们生活中会遇到 紧张的和平和的 当我们紧张时 比如说看了个东西 一个球过来了 一个能头跑过来 你会本能的 不住觉的这些 去看 就会出现一个紧张状态 这个时候 胶感神经 它就运作了 它要开始刺激它 去收缩 去调整 去做 那么时间长了以后 它就会疲惫 那么眼睛靠什么修行 靠负胶感神经 当我们负胶感神经 在运行的时候 我们眼睛就开始康复了 但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往往的特点就是 负胶感神经 它工作时间很短 而且它一直没有处于 一个放松状态 我们大多数之间 20个小时 其实一直都处于 胶感神经 在运行的过程中 为什么这么讲 白天很忙碌 晚上呢 日有所事 夜有所想 所以很多人去看 比如说你家里小孩 或者旁边睡觉的时候 去看他们睡着的时候 很多人的眼睛 还在转来转去 在做梦嘛 对吧 所以他们都是处于 还有一个不放松状态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我睡了很多 七八个小时 比如说睡四个小时 我长得起来还是很累 为什么 因为你晚上还在忙活 白天忙活 晚上还在忙活 对吧 因为你身体算长了 别动了 但是你的脑子 思维还在运行 所以你会显得 非常非常的一个累 所以你眼睛要想好 工作现在大家都逃不掉 都没办法 离开眼睛 所以在工作中 我可以跟你讲 处处是到 处处是休息 你在工作中 都要学会一种 放松的状态 所以我们说 上次讲过讲 可以讲过说 我们要一个 有向的一个修 和一个无向的修 有向修 比如说 我现在散步 我现在站庄 或者我在静坐 这是一种有向 那我要把这个有向 要放到无向中去 那么慢慢知道 这种状态 我觉得蛮舒服的 挺好的 嗯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也需要 也是必须要做到一个 放松状态 这就是所谓说 行住坐卧 皆是修行 讲的就是这么一个 道理 所以在我们做工作的时候 要建议大家放松 我们很多时候 做的做的做的时候 都忘了我的工作 这时候你说 咔嚓停下来 我现在有没有放松 很多人会发现 哎 我没有放松 好 然后再继续做 这时候发现 哎 再停下来 我有没有再很放松 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这个心 被这个环境带得走了 我们叫做 凡夫呢 心随进转 当你心不随进转的时候 你寄同如来 所以随时随地 要知道我在干什么 要专注做这个事情 同时 要觉知 我们很多问题 就是事情 或是就说 专注 很多人做到了 但是觉知不够 有相当一部分 专注也不够 因为他只要做件事的时候 他又想了其他事情 所以他专注力又不够 所以你能在 整个的日常的吃饭 工作 学习 处处做的这两点 我可以告诉你 恭喜你 你你成道 就不远了 这个是刚刚我是通过 解剖学 刚刚在大家讲 就讲的是眼睛的这个 神经的这两套系统 所以 大多数人在 这个交感神经是很紧张的 副交感神经 得不到充分的放松 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就是让这个交感神经 让他去休息去 给他放长假 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放松 副交感神经呢 神经呢 多给他一点时间 多休息 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让放松撞下 那么这个副交感神经 他就运作全 眼睛就不会绷得那么紧 他的作为的气血筋团 他就会比较好 因为这个就是根本 你所有的眼睛的疾病 他都不外乎 这个问题 当然了 有个别的一些情况 我会慢慢的 跟大家讲讲 比如说一个近视 闪光 还有绯闻症 还有一个白内障 这是这个常用的 因为眼睛疾病很多很多 今天时间也有钱 也不可能 所有一个 多一个个大家都讲清楚 好 那么所以刚刚第一部分 讲的是一个隐私的问题 讲过了 第二个 我是讲一个放松的问题 那么第三个部分 我要去讲到一个 就是一个治疗这块 我治疗的所谓目的 还是一句话 就是让眼睛放松 促进眼睛的血液循环 让眼睛得到足够的氧气 可以滋润它 那身体我们都知道 一共有14条基督罗 其中呢 有6条 在手上 6条 在腿 手上的是 手三银手三羊 腿上的 主三银主三羊 什么叫三银三羊 里面的 外面的是羊 大家不是专业的医学者 爱好者 不用了解那么清楚 大概 这块 羊的 那么怎么做 我教大家一个一分钟的 一个简单的一个做操 就两只手交替 你这只手 对吧 手背 这样就敲 一分钟可以吧 一分钟不多吧 敲一分钟 好 这是手三羊 手三银 敲里面 你可以用手掌 可以用手背 都可以 如果不怕疼的话呢 这个地方硬一点 用这个敲 小孩子疼的话呢 手背这样敲也可以 但如果想效果好的话 用硬一点 在这个地方敲 或者我们网上买很多这种 齿木锤啊 都可以的 就这样敲 这个不光是其实对 我们自己的眼睛会好 其实对某五脏六腑啊 其实大家都会好 包括现在很多人有心脏病啊 高血啊等等 都是通过这个方法可以的 否则你的面对问题就是什么 你就中生腹药 中生吃药 这是我刚刚敲的 手三手三羊 腿的外侧和内侧 也是这样一样的 大腿 小腿 上下这样敲 简单吗 简单 我要是不高 你每天至少能用一次 当然每天你多一点 上一次 上午一次 晚上一次 那更好 家里如果有些小孩子 他们眼睛不好的 这些爸妈妈都很着急啊 对吧 那么 我建议 小孩子在起来以后 应该敲一下 不光是眼睛好 全身都好 气血正红起来 晚上睡觉前 敲一敲放松 睡得好 然后眼睛会恢复得比较快 现在小孩你发现没有 晚上就要是睡不好 翻来覆去的 这一点 第二点呢 我就讲讲 就是那你就问我说 那有没有药 有的 中国古代有很多 著名的药 是专门治疗眼睛的 因为他认为 刚刚开敲一幕嘛 所以 有一个古代老王者 叫 洗干明目伞 然后主动传笑的 是专门清肝火的 因为肝火太晚 他会引进去不好 那个 所以说 人一进来 为什么我之后 可以很精确的 知道这个人性格 他的问题 大家在哪里面 因为我基本上看一眼 就知道 他的眼睛 眉毛 嘴唇 脸色 我都知道 他的问题就出来 很简单 这就可以看到一千万处 比如说像眼睛 干火望的人 他的眼睛 很色 对吧 性质都会比较急 就可以推算出来 所以这都不是男子情 所以像很多 易经风水这东西 你看一下 一个人的气色 就知道 他的出生年月 大家的性格 都知道 因为性格决定命 所以基本上 有的时候算都不用算 他八字 看一下他的 那个 这个性格 就知道 他的命运 就怎么样了 另外一个 像现在很多 灵大的人 他不光是干的问题 他还有肾的问题 所以有叫 自肾明目汤 像现在这个冬季 如果天气很冷的话 那还不错 像国内现在天气很冷 这个时候 他们就可以 用一个方子 又可以补肾 又可以对眼睛 会比较好 要自肾明目汤 对吧 国内这些 师兄们 他们就幸福了 好像我们 道场 都有这些的 都拳的 海外 从昨天开始 陆陆续续 准备给大家 建个小商库 帮助大家 一国门 身体健康起来 有更好的 这个健康状态 去救出病人 否则等我们都打了 那谁去救这些病 对吧 当然了 我也不是那么好 是为帮大家的 其实我还是 为了 就 就 追到老百姓的 我最恩之一 不再久 这个是我 刚刚讲的一个重要 平时 大家呢 喝茶的时候 还可以 放一点 那个菊花呀 怎么知道 青 棉木 很多人会认为 菊花它是 适合下线 不适合动力 其实菊花 你都知道 它有一个清凉明目 但它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点 很多人都不知道 菊花它还有 普生的作用 所以最简单的话 你就多喝点菊花茶 它还有普生 这个作用 非常好 就大家可以 喝点菊花呀 如果还可以 放点枸杞呀 放点绝银子呀 这些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喝 作为日常的一种 隐私保养 你可做到这里 那么 我后面再讲一个 一个非常关键一点 就是 为什么现在小孩的眼睛 大家都会很差 是在哪里 眼睛差 刚刚我说过了 缺血 干不好 那怎么会造成的 日常生活中 我们有几个大问题 所有人都会发生的痛病 第一个 我做一个实验 我说眼睛又是缺氧 对不对 大家可以把这个手 交叉在这里 放在肚子上 用力往下按 压着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好像不太好呼吸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发现吗 你身体是缺氧的 那 大家想过一个问题 现在人都是早饭 中饭 晚饭 都吃得非常饱 晚上吃得很饱 很撑 很难消化东西 都坐在肚子里面 肚子很撑 你肚子很撑以后 我告诉你 你肚子里面 还有足够的氧气吗 没有 你就处于一个缺氧状态了 是不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现在小孩的肚子都那么大 小孩眼睛都那么差 就是吃得太饱 太撑 尤其是晚餐这一场 很饱 大家信号可以 清楚吗 清楚 好 那就没问题了 我就怕我突然间别掉线了 然后自说自话 说了半天 结果一个观众都没有 有说 这样独家相声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古人为什么还讲 就是晚上要吃得少 吃清淡 是个道理 尤其是那些练功人 他要想这个功法提升 第一个他是要清淡 吃素 为什么 容易消化 第二个 肉类的东西 他不容易消化 而且他有很多毒素 就在体内 排出去 和消化 需要消耗身体 很多氧气 练功人他要足够氧气 他要氧气不断地聚集起来 要冲一些淤毒的 我之前跟大家讲 可以讲过 在台湾讲可以讲过 就是说这个人 他其实不是老死的 他其实是毒死的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说 你不管你的五脏六腑 哪样出问题 你只要堵住了 堵在哪地方 哪地方就能出问题 是吧 所以大家要做到一点 就是清淡饮食 然后呢 对一个修道的人来讲的话 第一步 他是要饮食清淡 第二步 他开始要做到少食 慢慢慢慢地 到晚上不吃 因为你晚上为什么 说要不吃呢 因为你晚上这餐吃完以后 在汗食 它会造成你的三胶百脉 是预毒的 当你身体没有足够能量 去化解它 能量不够的时候 那么你这些毒的东西 就会造成你这三胶百脉 预毒 那你 一练功站庄也好 打坐也好 也会很发很累 所以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 没有 晚上 大家忙完一天以后 吃的时候很爽 吃完以后会怎么样 很发很累 什么都不想干了 坐沙发上 连晚都不想刷了 那么就看了电视 就休息 为什么 身体没有足够能量 去消耗这些食物了 所以 大家在练功站庄打坐 其实这个不是一天两天 上次几个课图讲完的 它是一个整个过程 一个系列 但我以后会慢慢陆陆陆去 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练功打坐的一些 药引和一些细节问题 我们在足够足够完善 因为一下子讲太多 大家有个东西 消化吸收 也记不住 你也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等到你达到这个境界 我们再一层层地讲上去 一层层地讲上去 大家肯定会知道 身心会很健康 会感受到这些优点 所以这个是一个 吃饭东西 然后到最后 慢慢慢慢地 你的练功上去了 你可以把这个 三餐变两餐 两餐变一餐 所以古人他们 修道修的好人 他只是做到一点 叫日冲一餐 日冲一餐到最后 他就室有若无 陪伤在闭谷状态 因为他已经不靠 食物的能量去 制补这个 后天这个系统 他是通过 念功 把天地间的能量 吸过来 因为天地间的能量 异补他先天的 亏空 后天的不足 这是修道后面 他们是这么做的 当然这是后话 我希望大家 真的也有天能 达到这个境界 但现在还不行的话 我们就老老实实 从最简单的地方 就一步一步来 吃蔬菜 清淡的 然后晚上吃得少 然后保持 平时一种放松 让这个 交感神经 他没有那么累 副交感神经 让他工作起来 这样的话呢 处于一个放松状态 不如那么减症态 眼睛的压力呢 就会少很多 这个是 讲到这一块 那么 刚刚给养生保健的 这个操呢 我刚刚已经 也教会大家了 大家可以去 照做 那么这个做完以后呢 现在我知道 有很多眼睛 是已经很糟糕了 那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是的 刚刚那些是日常保健 放松的就可以了 但是已经有病的话 单单靠这些会慢 那么我们需要 做一些治疗 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们这个眼眶 你可以用这个 这个地方去挂 就这样 你可以什么都不做 因为他这会 把眼睛框之后的 很多的学位 他都可以 覆盖进去 你就去挂 一定要稍微 用一点力 恍然有力 能多挂一下 就多挂几下 这是这个 第二部分 就是说 眼睛周围通过按摩 让他的学性能加快 第三部分 是最重要的一块 就是眼睛的训练 因为我们长时间 就是距离比较近 就盯着一个地方 造成眼睛这个 晶状体 晶软 尤其现在小孩子 生子上 城市里 硬度不够 缺少 经常看这些绿色东西 接触的东西 就使现在 大家都讲的功课 学习 所以不停地看电脑 iPad 书 眼睛消耗的非常多 他眼睛长时间 保持一个这种知识 他就会成精软 那么 近视眼就这样 演出来了 那像弱势呢 就是眼睛发育不良 整个眼球 他不够健全 像闪光呢 他就眼睛表面 不规则 不平和 其实都是眼睛供养 不足 当然也还有些人 跟我说 一生出来眼睛就不好 视力不好 有没有办法 有 但会难 因为皇帝内经讲 先天之病先天去 后天之病 后天去 所以你整个病 只要是后天得的 不管你年纪大和小 你都可以去 你哪怕四十和五十的眼睛 我跟你讲 也都可以治好 像绯闻症 没有问题 白纹内照 也没有任何问题 近视眼 老花眼 八百度 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 关键是我向你这方法 你是否能坚持的去做 能做到它 你做到了 我可以跟你保证 你绝对不会有问题 哪怕你跟我说 我已经待了三十年了 三十年近 没关系 可以拿掉 南华井老人家 大家都知道 五十道的大师 他在南城气势里面 曾经也讲到过一个就是 他眼睛也不太好 很多 当成了南城气势的大学生 眼睛不好 他说我教你方法 你可以把眼睛拿掉 打坐去 打坐 闭着眼睛 然后呢 眼睛很多人往下看 他眼睛往前面看 虽然你闭着 他的眼睛往前看 做到足够放松 你打得好 你这眼睛也可以拿掉 当然你就是要有一定的打坐基础 不是说我今天打坐 马上眼睛就拿掉了 不是的 他有过程的 但是打坐的确是非常好 你打坐他可以痛三观 唯铝 加紧 预整观 换句话说 你站住打坐 如果你能把这个三观给它通了 你这个预整感痛了 你眼睛也会好 为什么 因为眼睛的供氧 供血 的衍生精 从哪来 从我们脊柱在来 就叫 在预整这块 所以大家你会发现有的时候 眼睛内的时候 按在这里往上的时候 他脑袋会很清醒 因为大脑会供氧 会出了马 眼睛会很舒服 对吧 经过我调过 几个患者和医工 不知道有几个他调过 他们都调过都知道 到时候看到我就说 我用我说法调过的人 一分钟都不到 他眼睛马上就突然间会很亮 为什么 我就帮他把预整给他打通了 但是这个打通是暂时的 我不是说不是究竟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只有真正打通的 你整个肚脉是很通畅的 我只是说是 没有办法做办法 但是我这种打通 可以给你缓解很长一段时间 甚至你在这个通了以后 你再去站庄和静坐 你会发现 哇 我做的时间更长 我更舒服 因为你气血通畅 也就是说你气血通畅 他必然能做的时间比较长 做的时间比较长 他气血一定会很通畅的 所以南老师已经讲说 气脉通畅的和没误道 误道人他一定是气脉通畅的 误道人是什么症状 他就是 身忙心不忙 心不住在那里 就是佛教所说的 因无所住 处处不住 什么意思 夏天 秋天 走在路上 秋月落下来 很多很多 很漂亮 对吧 尤其是黄红的时候 落叶都是掉下来 整个地上都是金色的 你会知道 绝知道 然后陶醉在里面 但你不会去 仔细看每一片落叶 虽然每片落叶都不一样 这其实就是最高的修行 而我们现在生活中 所有的世界性 像这些落叶一样的 你会一个个去看 你会一个个住在那里 当你感受到 觉知到它 落下来 而不去 住在那 这就是真正的一个 修道 修行 如果你这点都做不到的话 你就不要谈 后面有很多 我说怎么样怎么样 达到什么境界 那都免谈了 所以 不管你是道家的好 佛家的好 天主的 基督就这样好 知道这些人 大家都会走 这个身体都会扔下来 我们的神识也好 我们的灵魂也好 你都要出去的 但你身体气外 都堵在那里的话 你从哪出去 所以你当下 你如果两步要生死 那当他你走到这的时候 除非你旁边 有很多朋友在帮忙 你的教友 道友在帮忙 你还有可能有希望 但只是说有希望 只是五十 那 还有五十就是靠这些人在不在 所以 我跟大家一直在讲 就是说 我们的日常 每天都是在修道 每天都是要为走的那些做准备 你现在处处是修道 处处在给自己积累 福报 善根 等到你走的时候 你就自然而然 会很顺利 为什么 你在你一个很放松的情况下 你不住心的情况下 你可能会做善事 叫菩萨不住向布施 叫不住下来 那你这个功德就很大 大家自己想想这些话的意思 但我们往往往说 就是做好事会做好事 有功德吧 有功德 但他会住心 会差一些 所以在做好事的时候 叫不住下 那不住下去不就是刚刚我前面讲的放松吗 你在放松的时候 在做些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动力会很强 效率也会很高 你很紧张 做些事情的时候 你会就很容易很容易疲惫 所以我这个眼睛啊 其实我讲了很多的一些方法 其实在眼睛的保养里面 它涉及到一些 更高程度的这种修道修法 在修法过程修道里面中 它又包含了一条眼睛 包括心脏肾脏这些 它全部都包括进去在这里面 这个是我讲的一个 刚刚讲的就是打坐的 这个这一块 如何对这个眼睛是有帮助的 所以前面讲的一个放松啊 饮食啊 按摩呀 对吧 那 刚刚还落一个就是 眼睛的一个训练 眼球的一个训练 其实眼球训练 刚刚它其实眼睛里面 就是一个放松 还有 专注 眼睛看一个地方 就打坐的时候 眼睛往前面看 这是 为什么 因为一些人都眼睛都看比较近的地方 很少看远的 所以当一直看见的时候 眼睛就在处于这个状态 看远的时候 当我们要这样 经常拿着运动 眼球就是要来回这样运动 我们像眼球 尝试地保持一个姿势 所以这种方法呢 非常适合近视眼 当然 如果还有些人像弱势闪光的 那我就要改良一下 你可以在每天闭着眼睛 静坐的时候 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非常重要的 这个动作会加速你的眼睛恢复 很快 就是眼睛 眼睛看上面 眼睛往上翻 一二三四五 好 眼睛再往右 转过去 一二三四五 再往下 一二三四五 可以数得慢点 再往右 再往左 一二三四五 多做几遍 你做完以后 我告诉你 你不用一分钟 你会发现 哇 我的眼睛亮了很多 很舒服 是的 它是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给它进行一个 进撞起来 一个拉伸 定动 这个很重要 所以 哪怕你有的时候 坐在办公室 闭上眼睛 其实你就可以 再断练眼睛 靠覆眼睛 所以这些东西方法都好了 我告诉你 不管你是这个眼睛 那个毛病 全部都好 所以 不要针对性地说 去问这个眼睛怎么治 那个眼睛怎么治 所有眼睛的问题 就跟身体一样的 你眼睛出问题 好 真正就出问题 好 说白了 不健康了 那你健康了 还有这个毛病吗 不会 所以我不去管它 这个毛病 那个毛病 一大堆 我都不去管它 放松了就可以